大家好我是Zoe 我是Zoe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要來開箱我們等了超久的雙十一戰利品 這次是Zoe她第一次買雙十一 所以她還蠻爆發的東西很多 所以這一集我會先講一些我買的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兒 然後我正常服飾類的東西會放在下一集跟進下一集開箱 這集的話主要就是講我到底買了整箱的衣服 頒給你們看 你準備的飲料跟零食 對趕快繼續看下去 我買的第一個奇奇怪的東西是這個 小板燈塑膠摺疊燈 因為它帶外不方便 應該沒有人到套房買這個吧 那我想問為什麼我不去隨便一家小百貨買 買起來蠻便宜才幾十塊 反正我覺得蠻便宜的啊如果很懶得搬運的話可以買 第二件是我買這個 小可愛 對睡覺可以穿的 我其實這是我的回購 就我去年雙十一也有買一件 海綿件是直接縫在裡面的 就是它是沒有鋼裙的 這個肩帶這邊是可以挑的 就是睡覺的時候就會穿這種東西 所以只穿這個這樣子嗎 然後再加褲子 沒有我會穿衣服 好害羞喔 穿在衣服裡面 我可以直接穿欸 還有錯啊 雙十一打折下好像就是兩百多塊吧 我覺得蠻便宜的 然後我去年那一件 因為它穿一年了 所以它後面這邊 就鬆弛了 因為我覺得蠻好穿的 所以我今天要多買一件 所以是好穿的 那它這邊會勒嗎 這邊 不會 我買了S的 可是它唯一的缺點是 它這個洗標會癢 所以如果你皮膚比較敏感 我覺得你可以剪掉 嗯 然後再來就是貼身類的 有酷 為什麼在冬天買有酷 因為我夏天買過一件 我沒有看得很仔細 我就買了S 可是我發現S太大了 就是它的尺寸是偏大的 然後所以我就重新買了一件 擦椅子 我把S賣給別人了 因為我還要瘦女 所以可能不適合這一件 但是我這件是 我之前有講過我的肚男肉 所以我喜歡 它這個是比那個 Wave Blah 那一件的遠褲 還要再高要一點 然後它這個有點 假交叉的 然後就會有點 就是肚子肉 反正這件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顏色 就是深藍色 很百搭 就是跟很多泳衣上的 應該都可以搭 這樣 推推 然後它這件一樣 它裡面是有 我在做一層 蠻厚實的 就是蠻安全的感覺 然後它一樣 這邊有這個 它是裝在一個 夾鏈袋裡面的 裝內衣的那種夾鏈袋 我覺得就是包裝起來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 最快的 真的超怪 我真的不懂他為什麼 要在淘寶上面買這個東西 可是不是我要 是我爸要 是這個雷鋒帽 它這個呢就是 因為我爸媽他們 假日的時候 他們都會去山上的廟 然後山上嘛 冬天的時候就會很冷 然後我爸都剃那個山本頭 他怕冷 所以他就覺得頭皮很冷 然後他就一直叫我幫他買這個 去年的雙十一油 我就沒有幫他買到 他就有點神氣 所以今年雙十一油就幫他買了 這才一百塊 打折下來 這裡面全部都是毛 這邊的毛比較厚 然後這裡面的是比較熔 是很舒服的毛 主要是耳朵會冷 所以可以反耳朵 好的 它這邊下面這個 就是像安全帽一樣 它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 還有個口罩 這邊有個可以 弄上去的扣子 它這邊這樣 它可以這樣 這樣整個包起來 然後再加圍巾 就超保暖 另外我看到它上面有個帶法是這樣 他們會這樣 他們就是會這樣帶 我覺得 他們可以覺得這樣很醜 好 這樣可能是 比較醜一點的帶法 對 好 這應該是我今年買過 最荒謬的東西 它也不是我要用的 可是這也是我看過最荒謬的東西 那再來就到我囉 我這次應該有三十幾件衣服要講吧 好 第一件要講我身上這一件 這一件是睡衣 超級可愛 它是一件粉紅色的 然後蕾絲 就是那種小公主會躺在蕾絲床上的睡衣 它的那個材質啊 是像這樣 珊瑚絲的材質 然後不是只有外面這樣子軟而已 它裡面也是就是 整個就是很厚實 大概是十二月到一月還可以穿的那種厚度 它這邊啊 袖子這邊有鬆緊的設計 雖然我覺得沒有也沒關係耶 可是沒有的話 你可能洗臉的時候 它這個應該就是 噢 對 洗臉的時候可以拉上來 對耶 我加一分 哇 好棒喔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荷葉邊的裙白 那它這件的長度大概我一百六十二公分 它大概到這個長度 大概是這個長度 小腿一半的長度 所以我覺得不會太長也不會太短這樣子 冬天就不會太冷 對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件 而且這件真的是很保暖很少女 少女們推推趕快購入 它有其他顏色 第二件是一件白襯衫 然後呢 它是一件休閒的襯衫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領子這邊有一個荷葉邊的感覺 就還蠻少女的 我最近買的衣服也蠻少女的 然後這件襯衫呢 不是貼身的襯衫 它是比較寬鬆的 它的袖子這邊啊也是寬鬆的袖子 然後呢 你裡面就可以再加衣服進去 就我自己會習慣裡面再加一個打底衣進去 就比較不會那麼冷 因為這個其實 材質也算是透透的材質 就是背型可以做多層式穿搭 應該蠻好搭的 再來也是一件襯衫 它呢 是一件比較薄材質的雪紡襯衫 然後材質還蠻舒服的 然後它也是一個比較寬鬆的路線 但它這邊啊 袖口是比較緊一點的 就是正常的襯衫這樣 可是我還蠻喜歡它的材質 就是涼感涼感蠻舒服的 它比較特別是它領子這邊吧 它不是那種很正規的領子 就是它 它後面這邊沒有 後面這邊沒有 它只有前面這兩片 它不是 它不是整個的領子 它背面是平的 那前面這邊才有一個 做一個小小的領子的設計 可是我那時候買來的時候 好像發現 有一點點色差 偏土色一點點 網站上面是偏紅色一點點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有色差的 但這個顏色我也蠻喜歡的 再來我們進入到了 大學T 羽毛T 休閒款式 那這件 薑黃色 就是之前蠻流行的顏色 但我不知道今年會不會流行 但我還是買了 因為我蠻喜歡黃色的顏色 喜歡就好 對 喜歡就好 然後它的圖案是一個 漢堡人 它寫了 欸 我沒有注意看它英文字寫了什麼欸 這個單字 它其實是小圓麵包 那種圓麵包吧 但它手上拿的是漢堡 怎麼樣 怎麼了 漢堡還是小圓漢堡啊 它拿著漢堡想著小圓包 對 而且它臉講的是小圓包啊 好 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非常完整的那種圖案 它是有一點點 故意 故意有點刷舊的感覺 想創造一個古著感的感覺 ok 這看得出來是反正就這樣 不是穿久才這樣 對 不是穿久才這樣子 也不是想吃 對 然後它是一個比較寬鬆的 是一個大學衛衣 然後我穿的話我覺得蠻舒服的 自己蠻喜歡的這樣 它是比較薄的那種 嗯 比較薄的那一種 這件的厚度大概算是中等 中等 就是裡面沒有刷毛 再來 這件是一件帽T 然後呢也是一個印花帽T 但我也沒有注意看它上面的英文字是寫什麼 據ZORA表示 它說 看得懂每個字 但看不懂拼起來是什麼意思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它的材質是非常偏薄的那一種 因為我前幾天穿啊 我裡面還要再加一件打底衣 但打底衣其實是會有點稍微透出來的 所以這件的材質算是蠻薄的 我覺得單穿的話 有點冷 而且它這個帽子 是很大的一個帽子 就是 這邊會蠻開的 就是肌膚這邊其實是會露到的 所以我建議裡面還是要穿一件這樣 我覺得這裡面如果加那種 黑白條紋的 我就是加黑白條紋的 就是呢 它的袖子這邊啊 是蓬蓬袖 飛鼠袖 對 飛鼠袖 所以呢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很可愛 而且手還可以就是這樣子在裡面 裝可愛是不是 對 裝可愛 可是呢 你在吃飯的時候就是很容易沾到 就是你這樣拿東西的時候 下面其實是很容易會碰到的 你說這樣 然後就這邊全部都是湯匙 對 對 就蓬蓬的很可愛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件帽T的 然後講到剛剛那件帽T 就是裡面要搭那個 內搭打底衣 然後呢我就買了兩件 兩件打底衣 它的材質是 鋸脂纖維 對 可是我覺得是舒服的耶 現在這個挺適合的 可是如果冷一點的話 會黏的 對 然後現在這個天氣還蠻適合的 然後呢 我買的這一間啊 它這一件它是高齡的 然後這一件是半齡的 對 對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怕就是可能有些人會 穿不習慣高齡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選擇半齡的款式 高齡可以折下來 可是我覺得稍微有點KK 所以如果不習慣的人 可以選半齡的款式 這一件我就覺得就是穿衣服很適合搭配 所以就還蠻喜歡的 對 可是冬天再冷一點可能就不太適合了 我保姊有買過棉的那個連結 還在的話放在底下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連結跟棉的一起放在底下 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再來 我超期待這件的 耶 我只有一件連身而已 我超喜歡它的 這個超喜歡 我這個人真的是一個碎花孔 然後這件我超喜歡的 因為它玫瑰的碎花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件非常有氣質的連身裙 但我覺得它稍微有點衝突 就是呢 它的裙擺 魚尾裙的感覺 但是呢 它比較特別是 它的臨口啊 它的臨口是那種 很像浴袍 我知道 浴袍的那種臉 它下面是那個荷葉邊的話 上面應該是一個 就是像 可能是像那種有蝴蝶結的那種 對 有蝴蝶結 但它不是 它是一個很像浴袍 我覺得有點小性感 小女人的感覺 但我那時候其實穿起來覺得有點衝突 這樣 就是有點氣質性感 然後更可愛的 對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穿起來蠻好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它這邊啊 有做抽繩的概念 就是你這邊腰就不會那麼的 直接這樣直直直的下來 就還蠻有就是腰身的設計感 可是唯一的確認真的是 有點像浴袍 所以有點看人穿欸我覺得 抽繩也很像浴袍 對 抽繩也很像浴袍 可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如果你今天打扮得很正式的話 要打扮 對 真的要打扮 要人模人樣的時候 對 要人模人樣的時候 你不能隨便想說今天好 跟朋友聚合會 隨便打扮一下就穿這個 這個就會真的被人家說像日袍 雖然我不穿睡的話 可是我想幫這件加分 是它裡面有內襯 喔對 它的內襯 它的內襯 之前我有買過 我之前也有買過一件內襯 它的內襯是薄薄的 黑色的一層 但它的內襯啊 是這種 有厚度的內襯 對 而且有內襯的裙子會比較薄的嗎 對 我幫它加分 加分 它這個店它是一套一起賣的 就是它的上衣跟裙子是一套的這樣子 包一起的 對 沒錯 可是我覺得搭起來超級好看 那我先講上衣的部分 它的上衣啊 是一件黑色的毛衣 然後是有厚度的黑色毛衣 摸起來蠻有厚度 所以我覺得蠻保暖的 然後呢 它的摸起來 因為它是針織的毛衣 可是我覺得它的材質是好的 很密的針織 是這種的針織 它就是一件這樣子 是比較略略可愛的領子 然後有扣子這樣子 好 然後下面的話就是沒什麼 它是這邊就是有一個縮口這樣子 那接下來它下面搭的裙子呢 就是搭這一件 有點A字裙的感覺 可是又屁股這邊又是窄窄的這樣子 然後呢 這件裙子超級好看 我覺得蠻顯瘦的 然後它的格紋我覺得也是 我比較偏少看到的格紋這樣子 它是零格紋 我覺得蠻好看的 這個是寶款的 然後它有出厚款的 就是冬天裡面還有在佳容的 但我是選寶款啦 我覺得淘寶的 有些東西的佳容真的台灣 創不到 對真的創不到 我等一下買了一件衣服 就是它是佳容 然後結果我整個熱翻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再穿了 那跟著剛剛那件裙子 我們就進入到下半身 終於到下半身了 好 再來呢 這是一件 運動褲 對運動三槓的 然後呢 我買的是佳容款的 可是它的容 也沒有到很厚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天氣不太適合 可能還要再到12月底 今年就是暖冬啊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稍微穿有點熱 它裡面是刷毛 可是是可以接受台灣穿得到的 這間店還蠻特別的喔 就是它裡面啊 它裡面有分 就是你可以買褲子 你可以買說 你要沒有槓的 然後或者是你要一槓 兩槓三槓 喔對不對 它會這樣 對 或者是那個啊 之前那個破戶的時候 它會問你要一個洞 你要幾個洞 或是不要洞 對對對 然後呢 我挑這個運動褲 我其實看蠻久的 然後我主要還要看說 就是它有沒有 就是 口 這個縮口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 沒有縮口 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然後我主要想要運動的時候穿 可是我發現我運動的時候穿 不應該買佳容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考慮就是 運動的時候想要買褲子 可以考慮這一件 而且我覺得 它的材質其實還蠻不錯的 但你不要買佳容的 如果你要運動的話 下一件呢 是星邦邦的褲子 對 然後這件褲子 其實在他們網站上面 好評超高的 欸我現在有看到這一件 這是一件 焦糖色的寬褲 然後呢 它寬的不會非常寬 就是 直筒褲 腰這邊啊 有個很特別的小設計 這個設計啊 好像是特別針對 就是那種 你容易買不到褲子的女生 就比如說你買了S號 然後你發現它還是太 所以你可以調整 對它還可以在 就比如說你可以扣這邊 或扣這邊 就是扣子會變得比較緊 就是另類的皮帶的感覺吧 今年淘寶很留妳 這種設計的褲子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顏色超級好看 因為我以前都沒有購入這種顏色褲子 我覺得 這有點像土黃 那種感覺 沒有 是焦糖色 我真的不懂焦糖色 到底是難定的 小文青的感覺 我今年選備當一個文青 就可以搭配剛剛買的那個 大學衛衣啊 大學T來穿這樣 紅色系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寬 寬的蠻好看的 下一件 這件我超級喜歡 超喜歡 就是我穿出去之後大獲好評 為什麼 是一件西裝 直筒的寬褲 對 然後呢我超喜歡 它的材質真的超好 然後 而且它的就是 厚度是那種 適合冬天穿的厚度 就沒有 不是很薄的那一種 很暖的時候裡面可以加褲啊 對它可以加褲啊 它穿上身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垂坠的感覺很好 很修身 對很修身 超級修身 腿超級長 我七月的時候呢 有買一件也是西裝褲 夏天的西裝褲這樣子 可是我發現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大腿那邊很悲 它不算很 很有彈性 對它沒有很有彈性 也不是彈性 可能就是它的寬鬆度 做得不太適合我這種腿型的人 可是這件真的是 超級修身 我建議如果你大腿 或是屁股稍微比較有肉的人 真的 要選這一件 那我等一下想穿 好你穿 可是這件我買比較大喔 因為我原本穿M 可是我買到L 因為我想說我想要塞 沒有我想要塞衣服進去 所以我買到M 對結果我發現它後面其實是有鬆緊 所以其實我買M是可以的 我覺得有時候拿大以後 就是寬鬆也蠻好看的 對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就是剪裁 真的很棒 這件是我最喜歡 這次買最滿意的褲子 修身的黑褲可遇不可求 再來我們進入到下一個單品系列 就是外套 我這次買了兩件外套 那我發現呢 這兩件外套它的厚度 都是這時候還不能穿的 我覺得 我有點買得太早了這樣子 可是我想說為了冬天做準備 沒錯 那第一件呢就是這件 這是一件 就是 呃 大家之前很流行長版的大衣 那這個就是有點 相同東西 但它是短版的 它裡面有做一個撞色 所以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這一件衣服有個確認 就是它有點硬挺 它很硬 它很挺 它很挺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要多穿幾次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軟一點點 因為我剛穿上身的時候 它其實是非常硬的 你可能動什麼的 這邊就會覺得很 不是背 就是它很硬 就感覺有一件東西 在那邊 在那邊很明顯的感覺 它這也是可以這樣穿 對它是可以這樣折起來穿 就是有 讓它撞色的顏色出來 這樣子 我那時候選它是因為 它的撞色我覺得很好看 但我可能要多穿幾次 看看它會不會 就是持續的這麼硬 熊寶寶外套 對熊寶寶的外套 它是一個毛絨絨的熊寶寶 就是會講求說很舒服 但我覺得它其實沒有到非常舒服 它就是普通 但這個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劣質的那種 就是普通 它這件呢是比較大件一點點的 然後它的袖口也是做非常寬鬆 然後有縮口這樣子 就是你的手會這樣膨膨的 冬天的時候 裝可愛 對 又是一件裝可愛的外套 但我覺得說就是 如果你今天怕很顯胖的話 那這件外套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我是覺得說這件就是 可能這種衣服就是會胖 可是就是可愛可愛的那種感覺 你說給很舒服你不是很穿的嗎 對 抱歉我不是 它有個設計很特別是它的側面 它的側面有一個開口 就是這樣子的開口 前面的這邊是比較短的 然後後面是比較長的 所以很重點的一個 就是它很蓋屁屁 蓋屁屁 可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我們剛剛試穿的時候 我發現它有點掉毛 就是這邊的毛 對難免有點掉毛這樣子 可是它的材質不會到非常差 所以這件其實我覺得也OK 還算OK這樣子 下一個單體 我買了一個包 上次買的那個水桶包有點大 這個是比較小的 是一個性白色的顏色 然後呢它這邊是可以調節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圓形的還蠻可愛的這樣子 一如既往的 裡面還是有一個小包 這個我覺得蠻可愛 背起來蠻可愛的 如果大家如果考慮去上課可以背這一款 這個也蠻好搭 沒錯 接下來 我買了這個 這個盒子 它是一個收納箱的感覺 然後呢有些人說會拿來放被子 或是這樣枕頭 我喜歡這個 這個真的超棒的 而且它是很挺的那種 因為它裡面跟你們說 它裡面是有鐵架的那種 但是呢它不是送來的時候就這樣子架好喔 它是那種扁的鐵架 然後可以收 可以折起來 然後你就是到了時候再把它這樣打開 所以它其實體積不會非常大 它那時候寄來的時候就有薄薄的 像一面就是木板這樣子的感覺 就平平的 對 所以我覺得不會很占空間 所以我覺得很棒 然後重量也不會到非常重 然後它這邊 對 它這邊可以這樣子拿著的 很棒 它有很多個顏色 它這邊會有一個透明的 透明的觀景窗 比如說你買了很多個 你就可以從這個觀景窗裡面看說 欸那這一箱裡面裝了哪些衣服 你就可以不用就是大費周章的從 就是所有都翻出來看一次這樣子 這裡面的東西就好好放 這個箱子我真的是蠻推薦大家買的 而且重量不會很重 所以我覺得是物超所值 這樣加一加買下來大概兩百塊 台灣的收到這個蠻貴 所以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去淘寶買這個的 喔這個這個 它是一件小背心 冬天我這次買了一件 這件是家榮的小背心 就是讓你比如說你冬天想要穿一些 水水漂亮的蕾絲衣服 但你還是可以保暖的好不好 就是穿了這一件之後就是 就是算是保暖的又可以漂亮漂亮的 它是有一點螺紋感覺的 我去你買一件更好 如果你是超級怕人的可以去買那件 因為那一件我到現在都還沒穿過 這件是比較普通家榮 可是我覺得毛很舒服欸 我每次要淘寶看這個 其實它們這種背心都賣得很便宜 然後我都會很害怕會不會不舒服 可是那時候買的話我覺得 欸其實蠻出貨我意料的 好那接下來呢也是一個家榮的東西 就是我買了一件家榮的 就是這個商品它裡面有絲襪 然後也有分你要或者是沒有襪子 就是到腳踝那邊的 或者是你想要做踩腳的這樣子 那我選的是踩腳的款式 它就是有個洞 你就可以就是還是可以穿襪子這樣子 啊之所以選這個款式 是因為我覺得我如果買酷啊 我覺得我的腳趾頭那邊很容易破掉 而且它這個呢 它這個也是一樣喔 它有分就是幾度到幾度 那我是選10到20度的 可是這個這個的還 就我試穿過了 這個真的是10到20度的容 寒流的時候如果你想要穿那種很碎的東西 那是可以穿在裡面 對對對 對就是呢我那時候我買這件的原因 我買膚色的原因 是因為我最近我還蠻喜歡買一些長裙的 那長裙最後還是會露出一點點腳的部分嘛 那我就想說可以穿這一個 然後來既可以保暖 然後我又可以穿裙子 然後買膚色的這樣子 那我說我買黑色 對黑色 可是我不想要就是大家就是有看到 就是我穿黑色的實話 可是有時候不搭 就跟我的裙子是不搭的 所以我想說買膚色的 對那我買這個就是有加絨 所以稍微有一點點厚度 但我覺得穿上身沒有看起來差很多 就是穿上身體的話 你不會看起來好像胖了一圈 就是胖了一圈 但就是看出來是有穿東西的這樣子 但我覺得配長裙不會很奇怪 所以就買了這個 那也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絨 再來呢我買了 這次買了三頂帽子 然後我最近就是 你終於買到適合你的喔 我終於 就是同一間的帽子 然後呢 它是這種買一送一的款式 真的假的 對那你知道 因為真的沒有貼在裙子 抱歉 你怎麼貼在裙子 我發現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就是呢 我在雙11的時候 就把這個帽子看好了 然後那時候賣的是16.9塊 然後我發現雙11那天 它就變成26塊了 喔對對對 對 有時候雙11它就是 它為了要看起來有特價 它就會把價錢提高 可是購物車也不會告訴你喔 它有提升價錢 不會 購物車只有 只有降價會告訴你 那時候呢我買了一頂這個 我是選這一頂 然後送的是這一頂 那這一頂呢它是一個千鳥 它是一個格紋的 大家都說這是偵探帽 最近還蠻流行的 然後我通常戴的時候啊 我會 我會把這邊頭髮留一點點 然後其他的勾而後 我自己會這樣子欸 我覺得這樣戴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很百搭欸 這個最百搭 然後這個就是很冬天的款式這樣子 這一點是雞皮的 對 它這個連結裡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款式 不只是顏色不一樣 它的連材質也不一樣 它也有出亮面的 然後也有出就是 亮面的 對它有出亮 皮革的 皮革的 然後有這一種的 然後有燈心絨的 喔好可愛喔 對非常可愛 所以這一家我還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對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它後面還有做鬆緊的設計 所以說今天如果 你很怕帽子掉下來 其實不太會 因為我以前就是一個 很容易帽子會掉下來的人 然後呢 這個頂帽子就是真的不會 因為它可以隨時調整 就一直往 就是這樣子拉 就很方便 我要加分 它的內襯 對 超可愛 我這個也有嗎 有啊都有 可是內襯的材質 內襯的材質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比較 比較 絨布的那種 對 然後這個比較 鋸質纖維 下一家帽子 是這一個 它是一個像去年還蠻流行貝雷帽的 然後呢 它這個也算是貝雷帽的一種 可是它最 今年好像叫畫家帽這樣子 然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它有線條 但它的線條 不是直直的線條 它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 漩渦狀的線條 這樣子 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這邊也有做一個 算是縮口的設計吧 就是你戴上去的時候 它是可以讓你 比較 這樣子 比較挺一點的感覺 這種款式的帽子啊 我覺得比 扁扁的貝雷帽 我還是更喜歡這一個款式 這個款式的帽子 我覺得帽子很有很大的學問 就是同樣都叫貝雷帽 可是其實戴起來 真的是差異很大 有挺的跟不挺的 對我覺得我自己就是適合挺的帽子 然後這一家的帽子我也覺得很推薦 然後它也是有很多的顏色 給大家選 接下來呢 我們來進入小單品的系列 配件系列 配件系列 這邊 是我買的襪子5入 最近 應該是每年必備吧 這很長欸 我去年有買 很喜歡 它的材質 也很 也算是我覺得 蠻好的材質 然後呢 它這邊 我的腳趾頭 非常容易讓襪子破掉 我不知道 你會賣一件腳趾這樣 我有 我不知道可能我腳趾比較長 而且我腳是24板 然後腳趾又比較長 偏長的那種 腳板是偏長的 所以呢 通常外面的襪子都 就是 對我而言 又好像有點 稍微略小 所以我很容易弄破襪子 所以這件我覺得還可以欸 而且它前面這邊是做比較厚實的感覺 然後呢 它也有很多顏色可以挑 就是你可以挑一些比較秋 我這次挑的是比較秋冬款式的顏色 這樣子 我買了一條圍巾 這條圍巾真的是 超舒服 超舒服 真的是 就是 非常的軟綿綿 它的圖案是這樣子 就是它有濕線 然後有實線這種感覺 這條圍巾的背面是 就是比較淺一點的卡其色 然後正面是這樣子 超軟 超軟 非常軟 然後我去看 就是買家實穿的時候 最多人買的就是這個顏色 因為這個顏色真的是 很冬天 然後 我覺得很襯膚色 我沒有想到它摸起來 這麼舒服 這麼軟 但我很怕這個只會起毛球欸 對 我也很害怕 你會買一個去毛球肌 對 可是好軟喔 而且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可以接受 真的是非常軟 它的長度是可以繞一圈的那種 應該還OK吧 這起來應該OK 太熱了更多 就這樣子 可以可以 剛好 長度剛好 我在暑假的時候買了 大家都知道的小圓包 然後呢 我的皮夾 就是一直都是長夾 就今年生日禮物也收到長夾 就買了那個小圓包之後 發現我沒有皮夾可以放在裡面 因為怎麼就放不下 所以呢 我這次就買了一個小小的皮夾 短夾 小短夾 它是一個這樣子綠色 綠色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好看 但我喜歡綠色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顏色 就是這個錢包已經被超 大概五個人以上稱讚 真的假的 對 就是還蠻好 然後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在淘寶買皮夾的時候啊 它很多 是沒有附 就是有拉鍊放零錢的地方 超級多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它裡面的影片裡面有沒有 播到說 有沒有零錢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 淘寶的皮夾 因為它們的皮夾 是照顧它們的錢設計的 所以呢 我發現這個皮夾 它放不下 它的放紙鈔是放不下一千塊 它只能放下百鈔 所以一千塊我會折起來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小小缺點這樣子 可是這個皮夾真的是太便宜了 它大概是人民幣十塊以內 我要加分 它有照片格 超care的照片格 加分 加分 然後有零錢的真的還蠻少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的看 稍微有一點點看得出來它很便宜 嗯 對 但就是很便宜啊 將就的用 對 將就的用 而且我覺得就是看起來外觀是好看的這樣子 所以還蠻喜歡 真的很便宜 這次我買了一個 就是 你知道女生就是 就是很容易把綁頭髮弄丟 弄斷 對 然後呢我這次呢 就是買了綁頭髮 我想說 嗯 要買個幾條呢 100塊錢 就是台幣100塊我買了50條 就是這一盒 通常他們都是 這個很幾十條一起賣的 這裡面有50條 我覺得他們這個盒子裝還不錯 很有誠意吧 真的有50條 我數過 我媽媽買的時候都是用塑膠來裝 可是這個你就可以 它就在裡面 它有紙盒 它有紙盒 所以你可以放在你的書桌上面想要想用 什麼就拿一條 然後不見了也不會心疼 因為有50條 算是 甚至超便100塊而已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 大概有十幾個款式可以給你選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綁頭髮 不只是顏色不一樣 款式也不一樣 一圈一圈一圈的 我還蠻 像便子 像便子的那種 而且它非常牢 就是真的不會斷 就我真的 非常的牢固 我覺得真的是女生必備 不心痛 完全不心痛 就是我現在把它弄斷 平衡真的它不會斷 那帶一條什麼 好你送你一條 它有那種粗的 然後毛的那種啊 或者是有細的三條 連在一條的那種 很多 對 所以你就可以選自己最習慣的那種綁頭髮的款式 而且非常老 重點是很牢靠 所以媽媽一定很喜歡 我這次在星邦邦買的 這個 就是前一陣子還蠻流行的 韓國女生很喜歡 很喜歡戴的一個 它好像叫做BB夾 然後就是BB夾這樣子 然後呢 其實我看過有非常多不同的款式 有一些不是做這種方方正正的 有些可能做圓的 然後有大有小 這個款式是我在星邦邦上面找到 然後我覺得是最適合我的款式 因為有一些非常大我覺得 有點太突兀了 我覺得是長方型的那種 對 而且有些 還有很重要一點是 它是磨砂款式的 霧面 對 霧面磨砂款式 就是真的是比亮面的有質感一百倍 我覺得今天你出門 如果說你平常就是比較隨意的打扮 像大學體什麼的 可是如果你稍微加一個髮夾 就會覺得好像多一個 多一個打扮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夾子其實是 蠻可以入手 我之前還覺得說 怎麼大家都開始夾起這個髮夾 結果自己腦波弱也是買了 對 然後我真的覺得這種髮夾款式 真的要慎選 不然如果你買到一些 自己不太喜歡的款式就會 買了基本上其實你之後就不會夾了 冷凍 沒錯 這個的話 這一款真的是我還蠻推薦的BB夾 如果大家有考慮要買BB夾的話 可以考慮買這一家的 對 然後一個也蠻便宜的 大概兩塊多三塊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講 就是我這次有買兩個手機殼 很可愛 呆頭兒 呆頭兒 對 它叫做Lovely Duck 磨砂霧面的材質 是蠻舒服的 然後這一家的手機殼 我有注意到一個蠻特別的事情 是有一些店家可能包一半而已 它就是做半包殼的手機殼 可是這一家啊 它有做的就是 它是有包到裡面的 另外這一個 是透明的殼 這個真的很好看 我覺得很有氣質 就是有小公主的感覺 然後呢 它還蠻特別的是 它是透明殼嘛 但它這邊也是做 全包 很防摔的設計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是 它的 呃 它的這邊這一塊 這一塊 做得很厚 就你拿起來是很有 厚實的感覺 這麼重嗎 有一點重量 嗯 有一點點重量 好像 可是我覺得 那邊是招財貓嗎 對 是招財貓 好可愛 我這次呢 為了我的耳環 我買了一個家 它是一個就是 壓克力的 壓克力的耳環收納盒 它一面就可以放這麼多 我現在這個沒有裝到全滿喔 對 五十四副 哇 我畫滿就表示 你畫很多錢的耳環收納 哈哈 它有三層 我現在 到目前我放了耳環 我第三層還沒有放滿 這樣子 我放到第二層而已 它有很多個款式 這個是最便宜的 這次呢 我的耳環買了五副 然後這次就來就是 試帶給大家看我買了哪些耳環 還滿客製的嘛 第一部耳環這個是比較休閒的款式 它這個就是有點就是片狀 可是就是不規則的片狀的那種耳環款式 然後它是磨砂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滿百搭 就是很日常就可以戴 然後又有點可愛可愛的感覺 它有另外一個顏色是黃色跟綠色 然後都是比較霧霧的顏色 就很適合冬天戴的一個款式這樣子 沒錯 好 之前那個有觀眾說 它在淘寶買耳環都會先用酒精消毒 我已經消毒過了 這次有都有消毒 小叮叮 接下來呢是一副非常復古的耳環 就是寶石的感覺吧 然後它我挑的顏色是乳白色的 所以我覺得超級有氣質 貝殼片欸 真的嗎 我沒有注意欸 欸 又不是誰買的 是貝殼片啊 就是做指甲很流行的那個 然後我看到另外一個藍色 真的是超美 就是它的主... 就是只看耳環本身 就是超美 就是我第一眼就 哇 我要買 可是之後想一想 還是覺得 嗯 白色好像比較白搭 我就選了白色 也沒有衝動夠物 對 沒有衝動夠物 幫你加分 加分 我這次挑的耳環 我覺得都超級超級適合冬天戴的 這一款我也覺得 它又是一款霧面磨砂的款式 然後上面是一個 利鐵珠珠 然後下面是一個三角形 這個就是日常去上課的時候 也可以戴的款式 大家 我們剛剛誤會了 它上面跟下面的材質是不一樣的 它上面就是磨砂的霧面 磨砂的珠珠 然後它下面呢 包了一層金屬之外 它裡面那個三角形是皮革材質的 嗯 就還蠻酷的 對 我要把這間耳環店推推推上去 好 我這幾個耳環 都在同一家耳環店買的 再來呢 這款是一個非常 氣質 非常韓國人膩的耳環 它是一個珍珠耳環 但它下面呢 長條然後墜式的感覺 喔 而且它這個是 蛇什麼鏈 對 反正它就是可以自由的那個 智能度很好 然後它這邊下面就是有 鏈子就是有珠珠珠珠珠珠珠這樣子的 然後呢 這個耳環有個還蠻特別的地方就是呢 這種耳環啊 像這種長條鏈型的 它前面的前針是珍珠 它的鏈子是放在後面的耳扣的部分 所以說呢 絕對不可以把後面的耳扣弄丟好嗎 大家 這樣你就會剩一個珍珠耳環了 是不是很多人會覺得就是有點阿嬤 如果你穿得很古著 嗯 古著的類型 配音應該就很古著 我覺得這個是很吃你今天穿什麼衣服 但我覺得是好看的 你覺得素顏就不能戴這個 對 沒錯 就跟那個碎花裙一樣 素顏就不能穿 素顏就不能戴這種東西 可是我覺得 它如果搭配得好的話 是非常好看的一款耳環 而且就是因為它是大大一個 女生戴的話 然後可能畫個大紅唇什麼的 就還蠻有那種感覺的 氣場 沒錯 如果今天你是走一個 比較浮誇類型的人 我覺得這個還蠻適合你的唷 不買的戒指 然後呢 這個人從來沒有戴過戒指 然後他就有一個 這家店就有一個什麼 四個入五個入的 我就買了一個 四個入的 然後呢 我就被嘲笑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戴這樣很像屁孩 他說那有人戒指戴半截 這樣 他一直是這樣子 大家看得到嗎 一直是這樣 然後一直是這樣子 可是那個圖是真的是戴半截 所以我就照他戴半截 結果人家說 欸你戴這樣真的超奇怪的 我就 好 我買了一個戒指 它的款式呢 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它這邊就有一個尖尖的東西 就是 它是一個尖尖長條型的嘛 然後我就刺到我的手指了 超痛的 那個東西就會一直卡到它 然後它就刺進去 然後超痛 然後我就拿起來 我就看說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空間的洞口 我想說我的肉是不是卡在裡面 超痛 因為整塊肉被挖起來的感覺 真的超痛 最後一個 真的最後一個 我們是不是講個三十幾樣東西啊 真的有三十幾樣的感覺 好 然後最後最後的這樣 是我這次也是滿滿意的一個單品 我買一雙鞋子 那它是一雙 小白鞋 然後呢 我以前很常買小白鞋 可是我買的那種小白鞋 就是偏那種 俗女款式 那這雙小白鞋 就是真的是 球鞋款式的小白鞋 然後我跟討論鞋子就是它的鞋帶 綁一綁很容易掉 它這種是那種 很 我覺得是很勾渣的感覺的鞋子 很勾 而且它這個不是正白色的鞋帶 對它是 它這個 它穿起來非常 超級超級舒服 我之前就是我趕 我趕早時的點名 然後穿這雙鞋 那事情像狂奔 然後超舒服 就我邊跑去想 怎麼那麼舒服啊 然後它鞋子款式 也是很舒服的款式 重點是它有稍微墊高的感覺 對 然後呢就是一個 懷舊的小鞋 它版型有騙大家給你喜歡 沒有 我的就是剛剛好這樣子 可是呢它就是這個 就是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就是它後面有一個 就是愛心點 可是愛心那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 還好沒有那麼的慫 可是我發現現在進一看 因為它旁邊啊 外面有框一圈銀色的線 會覺得有點慫 可是 可是遠看的時候還好 對 可是那時候在圖片上看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個就是 針織的愛心 所以我就覺得還可以接受 但是這雙鞋子的功能真的是 很棒 我跟你說 對呀 我為了我今天淘寶下來的結案 就是我這次的淘寶叫做 海淘 海量淘寶 我們真的買超過 就要破 就破萬了欸 我覺得超誇張 沒有 供見超多 真的超誇張 我覺得買到破萬真的超誇張 因為我以前買衣服 大概就一千兩千 然後就 竟然 又破萬了 天啊 淘寶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我真的是 我那時候買雙鞋的時候 我想說 好先囤這一個月薪水 然後我就把整個月薪水就這樣 丟下去 我們這次海淘呢 算是非常的成功 對吧大家 就是淘到了這麼多 就是 我非常喜歡的戰利品 它從 它從之前是 一包裡面 大概全部都是雷貨 哇 終於又雷貨了 很快呀 我們真的開太久了 就是我們現在 開了一半小時 快兩個小時了吧 對 那就是為了 為了這次的淘寶雙十一 要呈勝給你們 就是所有 布雷的商品 所以準備了這麼久 希望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 開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看看我們 到底買了什麼 然後你們想不想跟我買一樣的東西 可以點我們連結 在資訊欄裡面 然後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你喜歡的 就可以買下來囉 下禮拜有金箱跟我的 開箱 記得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好我是Zoe 我是Z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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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Zoe